我是希望各位做几件事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先把这个函数给做出 哪几个函数可以串成一个公式 解决这个瓜糊内自串的这个问题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如果假设你这件事情经常做 所以我需要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的话就是叫瓜糊自串聚集 然后它可以直接怎么样 帮我把这件事情 像我们刚刚做两个按钮 把它再做出来 然后它可以按下它 就不用重新再做过一遍了 那这个怎么做 所以等于是有把 有点把前面东西再拿来复习 那只是说呢第一个啦 瓜糊 那第一个问题是 它有的有瓜糊 有的没瓜糊 那如果有的有瓜糊 我们可以找得到 可是如果没有瓜糊 那怎么办 你就找不到了 所以如果找到跟找不到 所以第一个你会想找瓜糊 找瓜糊 那第一个直觉想到 就是有个函数叫φ函数 所以你可以在文字类函数里面 找到一个叫fine f开头 然后它需要 在某个文字串找另外 理论上它是区分大小写的 其实它有一个函数 它叫search search的话它其实也是寻找 可是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一个有区分大小写 一个没有区分大小写 不过以这一题来看 我们是中文字嘛 瓜糊啊 没有叉啦 所以你用fine跟用search 其实结果是一样的 那我们干脆用一个比较简单的 用fine好了 OK好 你确定 那fine的话呢 它会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要找什么 找钱瓜糊 所以你这边打一个钱瓜糊好了 OK好 打个钱 记得哦 是半型不是全型 然后呢 前后理论上应该要加双以后 因为这是test 但是因为fine这个函数很贴心 它会自己帮你加 所以我就不加了 你没有发现 它前后自动帮你加 那within的话 就是在哪个储存格里面 在这个储存格里面 它找到了第三个字 那我建议你练习的时候 请你在b3这边练习 你不要在b2这边 为什么 因为b2没有瓜糊 没有瓜糊你一定找不到 找不到你还练习什么 OK 然后呢 再来的话 star number这个就不要 保持空白 为什么 因为从头找就不要 就没有 如果是空白的话 省略的话 就是把它第一 或者你输入1也可以 你刚才不要输入好了 好 按确定 找到了 那接下来的话 你可以向上填满 你也可以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是在 这个空点 快点两下 要点准哦 如果点Y的点 再怎么点 它不会填满 有没有 OK 或者向下拉也可以吧 好 那你会发现 如果说它有找到 它会跟你讲说 在第几个位置 可是如果没有找到的话 它会发生 所谓的错误讯息 有没有 只要是警制号开头的 都是属于错误 什么叫错误 就是说 它这个公式是不合法的 也不能叫不合法 就是它这个地方 是有发生一个错误 提 讯息给你 那里面的话 警察后面会跟你讲说 哪里错 value value什么 你给我的资料错 value是资料 那资料哪里错呢 其实以那个 fine这个函数的角度来看 就是你这个find case 你一定要给我 我一定要在这里面找得到 如果假设我在这里面 找不到的话 它就会产生一个错误讯息 就是跟你讲说 你不是要我帮你找刮符 可是你却里面没有刮符啊 那它会视为是一种错误 ok 但你会想找不到就找不到嘛 你就不要大惊小怪的啊 可是没办法 fine这个函数就是这样子 ok 它会丢回来给你一个错误讯息 那只是说啦 那你说老师 那我找完之后 接下来怎么抓这个刮符 有没有 其实我只要抓到前面这个刮符之后 那我用的资料 就是在它下一个字 所以我只要利用这个 有没有 然后怎么样呢 再用一个叫me的函数 我就可以知道说 它后面的资料是多少 当然还有一个 我要知道有几个字 所以第二个问题是 那可是我要怎么知道 它到底有几个字 那我们很简单嘛 我还在找后刮符就好了 所以我把这个公式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取消贴到后面来 把它贴到这里好了 贴上 就是把刚刚的公式贴过来 然后把它改成后刮符 打勾一下 九个 第九个字是后刮符 那所以总共有几个字 那不就把九 减掉三 六嘛 再减一就好了 你说老师为什么还要再多减一 因为其实理论上应该是减四 为什么 因为D在第四个字 所以九减四刚好 就是五个字 那如果我有这个概念之后 接下来就简单了 我再配合什么 φ函数 所以我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公式 不包含等号先减下来 然后插入一个什么 me的函数 接下来我用这个me的函数 那我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第一个 你要切的字在哪里 在这里 一样是用那个 这个B3 取A3 第二个就是说 从哪个字开始 我从前刮符的位置的下一个字 下一个字加1 然后几个字 几个字的话我用什么 所以其实再贴 然后把这边刮符 把它改成后刮符 本来是前刮符 那我把它改成后刮符 那只要把后刮符的位置 减掉什么 再贴所以等于是贴一次 贴两次贴三次 最后减一不就好了 这样不就五个字了 有没有 OK 所以从第四个字 取五个字 那就取得第三届冠军 没错吧 OK按确定 然后一样把它向下填满 OK 一样啦 如果你向上填满 反正呢 只要里面有刮符的 一律正确 但是呢 如果你假设没刮符的 就一定出现错误 那可是问题来了 你说呢 老师他错误去你怎么办 把它去掉啊 不然的话还有几个方法 假装没看到 对不对 可不可以 应该也没怎么样 反正就没事而已啊 我发现很多人的资料里面 常常都出现这些东西 他们好像是假装没看到 还是不想管他 OK 那如果你想要处理的话 你怎么处理 你说老师那我按delete好了 反正只有三个 对不对 那可能 感觉 这个是可以吗 也可以啦 但是问题你已经做了一半了 你为什么不把它全部做完 所以啊 如果假设你希望看到 像这种锦字号 开头的这个错误讯息 如果你要把它去除掉的话 你可能要 学会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 就是叫做逻辑里面的 那个if er 反正啊 那个锦字号开头 在函数里面都叫er eror er的话就是错误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里面假设有什么 好像什么 is er 是不是错误 也可以判断说 有没有出现 那这个if er的话 它其实顾名思义 就是判断 你除存格里面的结果 是不是长这样子 锦字号开头 不只是这样哦 只要是锦字号开头 就算错误哦 那如果假设它是这个错误的话 那请问一下 你要做什么处理 OK 所以哦 如果假设了 我们先旁边 给C栏先试试看好了 给它资料 这个错的嘛 那你要怎么处理 value if er 那我要把它清掉 怎么清掉 很简单嘛 你就把它什么 双以后两个就好了 这个就是清除哦 OK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清除的话 请你打两个双以后 按确定 然后你会发现像下填满 有没有 这个就正确的 那你说老师那 那可不可以把它放在同一栏 可以啦 你就这样 先游标放这边 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不包含等号减下来 再插入什么 插入if er 把刚刚的公式再贴到value这个位置 好有没有 这个记得哦 贴value 不要有等号哦 OK 然后呢 value if er要做什么 两个双以后就好了 按确定 向下填满 自动不见 OK 它有点像一个过滤错误的 一个功能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不过 这个公式真的蛮冗长的 当然不是一次做完 所以 第一个我是先用fine 前刮符 第二个的话把它贴到min的里面 先加1 再把它改后刮符 然后再剪掉 再贴 再-1哦 OK 外面最后再包if er OK 那试试看好了哦 如果你做完之后 我第二个是希望 再把它做成两个按钮 一个就是刚刚做的 按下它可以帮我自动完成 一个按下它自动帮我清除 画面先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喔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